张柏芝丈夫到底是谁?三子的小名小王子已有提示。 前段时间,关于张柏芝生了第三个儿子的传闻不断,记者采访了谢贤和张柏芝密友,但是都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。 生子传闻几天后,张柏芝便带着二儿子出去玩,又和好朋友一起现身领养活动,一度让大众怀疑张柏芝三胎的真实性,以为又是余季的炒作而已。 谁知道今天一早,张柏芝的工作室便发了一条消息,证实了张柏芝的却生了第三个儿子,小名叫做小王子,今天便是小王子的满月日。 而且工作室便是小王子,而且工作室还发了小王子满月日的伴手礼,图片是柏芝母子四人,看起来十分温馨呢。 这条消息立马引起了网友的注意,果然是张柏芝的风格,有什么说什么。 网友们纷纷恭喜张柏芝又得一字,果然这辈子就是要当婆婆的。 除了恭喜之外,网友们对于生了个男孩还是觉得很遗憾,大家更想要有一个小公主来继承百知的盛世美颜,不能浪费女神基因啊,立马就有人说,男孩子才长得像妈妈,女孩一般都长得像爸爸。 说到这就有一个问题,张柏芝第三个儿子的爸爸到底是谁? 关于孩子爸爸的传闻,从第一次有新闻爆出张柏芝生三胎的时候就有人说,孩子的爸爸是一位新加坡富豪,65岁左右,是一位上市公司的老总。 后来也有人说,后来也有人说,孩子的爸爸是一位内地富商,对张柏芝很不错,还有人说张柏芝很喜欢小孩,三子试试管婴儿也说不准。 但其实,从这次摆植给三子起的名字来看,孩子父亲应该是比较保守的华芸吧。 网友们关注孩子的父亲是谁?其实是出于正常的好奇心,但绝无恶意。 其实无论孩子的父亲是谁,对于粉丝来说摆植开心和幸福才是最重要的。 自从离婚之后,摆植变一个人抚养两个儿子,说不辛苦是不可能的,如果现在有人能够站在摆植身边陪伴他,并且共同养育孩子,对摆植来说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。 在小编研眼里,摆植一直是一个很勇敢的女生,谈恋爱时能够很勇敢地表达对爱人的珍视,抚养小孩时,尽量给予孩子最多的关心,从来没有想过要放弃。 她是一个感情至上的人,也从没有因为钱财而放弃自己所坚持的东西。 在离婚之后,摆植也从来不缺追求者,但这一次摆植愿意和男朋友共同生下小王子,说明摆植是很爱现在的男朋友的。 无论如何,祝女神和三个孩子幸福吧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